主料,猪肉馅300克,豆腐100克,辅料,还是烤肉酱,粉丝,鸡蛋,淀粉,小葱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猪肉馅来先成的,或者是手工剁碎,加入大喜大烤肉酱腌子,或者是放入生抽,盐,白糖,泡油,鸡精,白胡椒粉搅拌均匀,腌子半小时。 豆腐用啥布挤去水分,小葱切丁,将小葱放入挤干水分的豆腐中,打入鸡蛋一枚,放入少许淀粉,放入腌制好的猪肉馅,搅拌均匀,制非常有粘性,取少许馅料,用手插成圆形丸子,平底锅倒入少许油,将丸子一个一个满入锅内,盖盖子,小火,煎至两面惊慌即可,粉丝用油炸膨胀, 铺盘底,增色不少,烹饭技巧 一,豆腐是先挤去水分,用密室的白纱布,或者拔笼不即可 二,猪肉是先腌渍,滋味更浓郁 三,葱最好选择香菜,大葱味道充 四,这里面的水分不多,添加淀粉不用过多,只要能搅拌成团即可,淀粉多了会营养口感 五,厚底平底锅 小火,盖盖子,慢慢煎,大约一面煎四到五分钟左右 所以,觉得不要不细的能数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资讯